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 对此严重关切 日本政府无视本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关切 一意孤行强推核污染水排海 违背国际法义务 危害海洋环境和公众健康 这绝不是负责任国家行为 我要强调的是 日本囤积的核污染水高达130余万吨 如果向海洋排放 可能持续30年之久 而核污染水中含有60多种放射性核素 这些放射性核素在排海10年后 将蔓延至全球海域 将给全球的海洋环境和人类健康 造成不可预测的危害 中国 韩国 朝鲜 俄罗斯等日本的邻国 以及太平洋岛国 都多次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表达关切和坚决反对 需要强调的是 根据一般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日方有义务采取措施 避免环境污染 确保危险最小化 与可能受影响的国家充分协商 确保信息透明 并开展国际合作 我们再次敦促日方 正视各方合理关切 切实履行自身义务 与利益攸关方及有关国际机构 充分协商 以科学 公开 透明 安全的方式 处置核污染水 包括研究台海以外的处置方案 严格接受国际监督 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星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